欢迎来到这一集的《香港人家书》 有广传媒的何梁某老总和MHKTV的老巷和大家做节目 大家好 老总好 老师好 各位网友多谢你们收看 讲一下香港律政司又搞事 竟然想大律师公会赞同他们的一个proposal 就是将律政司里面的律政人员三级条 将他们普通的所谓事务律师 我们通常都叫做solicitor 三级条就变成了sc 叫做senior counsel senior counsel就是等以前的Qc 有没有搞错 这个我不是说太熟法律的行业里面的做法 我就知道基本上如果你读law 你可以选两种的 一是做事务律师solicitor 一是你专攻做barrister 就是上课帮别人打官司做辩论 还没有诉讼律师 诉讼律师 其实如果你在律政署 或者你在任何law firm 你游数转做barr 其实就无所谓的 因为基本上就是两个不同的工种 就是我原本是做开内科 我现在转手做外科 其实就是看你的程度 选择工种来做 但是Qc和sc 其实就不可以说你做就做 老总是这样说的 要联资 要跟师傅 还要打的案要有表现 就是很多因素 行内有声誉 是的 声誉 还要有一个法官提名的过程 这些全部香港barr association 大律师公会 全部有了一套既定的规矩 是专业的程序 不是我跟你老点的 我们两个都有个老字 但是只是一个点 真的变了老点 我告诉你大狀 或者是小狀 现在变了作狀 作出来了 不是啦 我觉得郑若驊 真的认真不太好 他那种脑筋 是完全是无事固有的 一种叫做成规 还有 香港的成就到今天 最重要就是一个法治社会 是 开放社会 法治社会最重要就是 规章严谨 还有所有的行事准则 是有一套专业规条去控制住 有制衡的 现在他完全是摆脱制衡 他还要求大律师公会支持他 但是大律师公会觉得 你很横瞒 梁家杰说 你很霸道 又很囂张 你说升就升 为什么呢 事务律师 大家知道 他们有所属 他们是属于香港 律师会 香港 法治社会 和法治社会 和法治社会 是两个层次的 是 大家的私承 大家的专业 完全不同 搞事务 和搞仲务 是两套训练 我建立的 我不认识律师 的行业 但是我呢 就帮过香港 法治社会 在香港的时候 以至到来加拿大 一段时间 我都曾经帮他们做过很多 翻译工作 嗯 当然了 我想我这一世人 都没有什么机会 讀到法治社会 为什么呢 这些英文太深 这些文件太多 真的坐不定的人 要我好像这样 转这些薯仔文 基本上就搞不定了 但是都很佩服他们 可以有这么多的时间力 水心机 去做这些事情 当然这个很长 很专门 也有很多 好像你说的 有师傅的训练 就是如果贸贸然 这样说做就做 破坏了一个机制 破坏了一直以来 由英国人 向香港开吐 引入这个法律制度 那个理念 和那个操守 不要管 人家为什么这样去做 人家当然有一个理由 你一下子都否定了 那除非你那一套 非常之了不起 或者别人要仰望你 但是又不记得 你特别是叻 我最令我废解的路总就是 郑若华 都不是在火星空降下来的 都在香港的法律界 浸淫过很多年 他也做过很多 关于这些裁决 诉讼 这些关于不公平的事 这些事务 这些律师的事情 那为什么 不会明白到 香港一直都在用这个 的practice 为什么他背后的原因 要这么打横来呢 难道他突然之间 这个旌旗又回来 乱了他自己的心子 不是 和他旌旗无关 他旌旗已经断绝了 很久了 是北京 用红色基因 在指导他 明白 是北京在操纵他 要把香港的法治体打烂他 不用跟香港固有成规 是 因为你要把一个律证师 里面的律证人员 他们基本上都是律师 是 即是律师分很多种 总之现在 由到仲务律师 到这个事务律师 他都可以变成了一个 senior council 就是中间 第一没有联资的累积 第二没有师傅的提点 训练 第三也没有一个表现的准则 去决定他是升任 总之就是要他的资格 要硬来 要三级条 记住 不是一级条 三级条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要酬庸一班律师 令到他们留在律政署 那里做事 就因为过去四年 律政署有六十人跳船 你觉得对 我也觉得很难 六十人跳船 你想想 为什么在律政署里面的律政人员 有这种优待 他跳出来可以做SC 那我在第二些办公室 或者是律政 就是律师行里面的人 又不可以走出来 自己说自己是SC 那他们要跟回原本的规矩去玩 那就是有两个不同的世界 是吧 又玩这些一国两制 那很明显 就是好像你那样说 律政署里面的人 就有特殊的privage 那你有这些privage 你就记得就是买大波娃 就是让他开心 就是在律政署服务 让他在楼室的这个率 就不要那么高 那就是继续服务中共 那些 那你就有机会 就是飞黄良达 有着数了 是不是这样呢老总 是啊 还有啊 他现在地政总署 公司注册署 和土地注册署 都有律政人员 他们又不可以享受 这个三级跳变成SC的待遇 那现在郑若和大律师公会说 这些升了三级跳变成SC 他可能本身是一个solicitor 他离开了律政署之后 是不可以再享有SC的位置 但这个就很诡异了 你只是摆明是处境式 要利用香港的公帑 来囚借这班 就是帮你律政司 去做政治检控的人 等他们多些钱 其实就是 at the expenses of Hong Kong tax player 就要令到他们 就甘心命底 去帮中共去做这个 律政打手 然后呢 你又给不到什么 于是你又怕他走失 就用了 我给你SC 但你离开了我们政府部门 出到私人执意 你又不可以用回SC 哇 即是摆明是 公器私用 公帑私用 我听完之后 我虽然在加拿大 我都快要爆血管了 因为呢 SC收费的费用 和普通的律师又不同 又高 如果我听余若薇曾经一个访问 起码收多30% 收费呢 那这些钱是我们给的 是咯 说你多30% 多20% 多1% 都不是问题 但最重要就是 它不qualify 这个SC 这种工种 这种工种 是一种 不是我们读完书 就可以做的事 是要职业 是有师傅 是有联资 是有行业的认定 然后大律师公会 是有一个程序 过程 你现在 就要说 一声令下 就是行政指令 用政治任务来 要达成了要挽留的人员 那这种这样的做法 本身就是完全无视 这个香港的所谓契约精神 我觉得真是认真 令人觉得不alright 如果大律师公会不反对 到底呢 就对不起香港纳税人了 我想大律师公会 一定呢 就不会被他这么容易就范的 这个我都会有相信的 我们买点花生 开点香檳看好戏 不会那么容易得逞的 就是他这一方面 因为根本是 但是这样暴露了 暴露了郑叶华本身 政治挂税 是为了中共做效率 马之努呢 就不识 不理会香港一切的 所谓普通法的成规 这个才是隐忧所在 就是说 为了政治检控 为了政治任务 为了要这班检控人员 或者律政人员呢 是要甘心命底 在他的指法下面呢 继续去砌那些 香港 就是对中共有机吉 对港共不满意的人呢 要将他们政治检控到底 要全部送入监牢 于是就要给钱 这班人呢 就用他们的所谓SC 其实就是 家观尽着呢 就让他们去做得尽 做得尽一点 做得尽一点 我觉得这个做法 是令到香港人寒心啊 你猜他肯定不做吗 他跌了一只痛手之后 现在被北京拿着一只痛手 一直在那里拼他 痛到现在吗 是打石膏啊 不过可能真石膏 没有了 但政治石膏 现在还是包住的 那个精神石膏 肯定还困住啊 这样搞到 一些 中审法院 有些大法官呢 其实呢 哎呀 真是鼻子刺激了 不要踩入这一趟的混水 是啊 是啊 你讲的 是啊 这是英国最高法院前院长来的 何熙怡女男爵 这个Brenda 哇 这个很有吉士啊 他说 国安法下面 他都不知道怎么执行 都不知道怎么实践 就是国安法到香港 是绝对凌駕性的嘛 他对国安法很有疑慮 他现在决定不再接受委任了 在七月底就戒满 那林郑就说 没有的 我们中审法院 还有十几个 这个资深大法官 没有了 欺怡姐姐之外 还有其他人 我们的法治 还是什么 用了一个诚语 说你要学东西了 吻如盆石 吻如盆石 哦 这样 你阿爷真是 吻如盆石 是呀 那 这十几个都会走的 那在大陆里面 找回十几个回来 现在就是 国安法 跟着这些人 还能做吗 根本当时 你见不见 在国安法草业的时候 已经曾经想过 要不要剷走这些人 后来 可能觉得太噁心了 一波剷走 就觉得国安法 完全没有了 国际公信力 所以还要留下 这些 海外的中审法官 在这点序下的门面 但现在他们知道 火烧眼眉 如果再这样搞 到时 国安法审那些 完全违反国际 司法原则的东西 就入了这些 中审法官的署 要回到自己的乡下 还有定期的 还不会被人捉到 中美国财政部又制裁 他就站在那里了 对不对 所以他们都要 要及身而退 我觉得 国安法是 对的 是将香港的法治送中的 没错 搞完律师 现在又搞这个会计师 我也不知道 香港政府 现在有什么事情 在想 是否将所有我们的事情 破坏了 他们才是开心的呢 文革就叫做打乱了 文革就是破四舊 文革就是将一切 旧社会的秩序都 剷到九彩 现在就是 香港就进行选择 一个变相的文革 这个CPA 这个会计师公会 本来也是有一条 专业守则 我们刚才讲的律师 现在呢 这个 这个 这个陈茂波 他下面那些官就说 要将他们的 权 对于会计师那些实权 就要剥夺 就是变相剥夺 然后呢 以后 这个会计师公会 只剩下统筹考试 这些支援的工作 就是考牌就由你做 变成了你 一个行政机构 就不是一个专业的公会 然后呢 就由这个香港财政部门 就去定夺这些会计师 是做得好还是不好 是不是要剷他的牌 是不是要吊销他的牌 哇 这些不是共产党 一把肘 又是控制狂的高度表现 一把肘 那他的财汇局 就有机会 因为这样的情况 就改名叫做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 简称就是这个 就叫做会财局 那换句话说 将来有什么 投行申请诉讼 投诉 就由他们一定夺 四万六千名的 香港的会计师 这些人员 那个生死去留的问题 那换句话说 其实呢 都是简单说一句 将一堆专业的人才 逼他们效忠政府 到以后他们要有什么东西 要保住牌子 小孩 你懂得做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捐住你的喉 你还要捐住组牌子 是的 你又喜欢说肾囊 我又高尚一点 我就在喉咙那里 不是 你打上三路 我打下三路 哈哈哈 你是肾囊 我觉得真的太过噁心了 我整天就在喉咙 捐住喉咙 你如果想做 你就要听政府之敌 要不然我就在你的牌子 逐牌子那里 或者吊消牌子 或者你那个专业表现失德 那就可以玩死你 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共的一贯特性 就是万事馆 N事馆 总之全部都要在他手里面 要他捐住你 要你听话为止 不听话 你就死路一条 我觉得这样做 其实就是将香港 变成极权社会 就是以前小社会 变成大社会 然后就是 由积极不干预 变成积极的 猛干预 那现在这样的情况 就是这个极权社会 政府由积极不干预 变成积极干预 什么都要管 最惨的是 你要找一堆官僚去管 是 也是将我们的公帑 奉献了给他们做打手 因为他们要做多了事情 管四万多人 就是又是将他们的 冬生水又积极了 那这些 乃共官僚 就是吸了我们的民资民膏 这些资源 其实可以做更加好的事情 是 你整大了社会 整大了政府的架构 找很多共产 等下来的那些人 霸佔了这些要津 其实就等于 给中共的那些人 就在香港政府的公务员格 里面上下其手 等于 就是说 扩大了政府规模 但是就放大了共产党 涉入来的 就是明正言讯 有公职在身去管治香港 那这种做法本身呢 就是我们一看就知道 玩什么东西了 根本就是 好像区议会那样 你不听话 我就脱掉你的权力 什么都管 那你六四整支蠟燭 叫人家什么 都要发警告信 是 那其实呢 那好了 那会计师说真的 又不休做的 香港没得干 我就去其他地方 香港前景不好就走 也是一些的专业人才 去到某某地方都欢迎的 那好了 将来香港不够会计师了 那大家都可以expect到怎么样 龐大的十四亿的人口 无穷相机 他们这些专裁又进来香港入侵 那又将他们的文化 操守 带入来香港 那就是香港将来做假数的天堂 林郑都在说出风 就是香港的GDP也好 或者香港的经济 暂时的处境不好 但是你将它放入在中国十四亿人里 就会觉得没问题 就是他现在完全是用董建华那时候说的 中国好就香港好 但是事实上正确实是 中国好就香港死 这个是完全 将香港的独特性 完全是要消灭正尽 我觉得这种所谓 为香港的一个管家 越管越死 将香港的家搞死 搞到大家没一口好吃 我觉得这个是 说千古罪人都太便宜了 没错 没错 不如我说一些开心的事情 可能我有好消息 我回来不用那么惨 老总 是啊 加拿大因为疫情在六月之后 开始越来越改善 零死亡 以及一些我们叫做 活药病例都开始少 是 估计七月初就会 取消那个叫做 入来加拿大 要有二千元家子 就住三天酒店 然后呢 检测了之后 就跟着你就要 决定要回去家居隔离 还是继续住酒店 总之你二千元那三天 就一定给硬的了 可能是七月头就会取消 现在已经吹风了 嗯 那挺好啊 换句话说 如果我回来 就有机会 不用蹲酒店 直接在家里坐14天 是啊 如果你还没打通的话 原态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测试 我就有这个 是 首先 核酸检测 那里一定要拿个 证明 然后进来之后 就不用付二千元 在家里家居隔离 14天 那还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说 是6月21日 就是 加美 那个 就是我们叫做 travel band 就要再 延续多一个月 那现在就有极大可能 6月21日开始 就会宣布 加美 就会逐步放宽的关口 不会一次过通了 会逐步放宽的关口 可能放宽的程度来定 亦都可能在不同的关口 选择放宽 因为现在还未通关 就是加美之间 嗯 那好啊 现在这样的情况 我也想请问 仍然是否在所有的 任何的 in-door和out-door的public area 都是要戴口罩呢 现在BC省就是 安萨都还是 就 所有公众地方都要戴口罩 但是这个在BC省 是叫做第一阶段的 重启措施 到这个7月1日呢 我们会开始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就可能那个口罩 就会有一些松动 但是都还是要戴的 但是这个人数呢 就可能在公众地方聚集 就会有6人呢 就可能升到10人 就是堂食的那个人数 那现在你看一下 安省和BC省的新增 确诊数据是下降的 6月9日来计呢 就各新增都是500例左右的 就是安省和BC 而灰省还低到200以下 那不要忘记 安省在一个星期之前 是1,150多例 在两个星期之前 是1,800多例 那现在就每个星期 超过30%的速度 在这大幅減少 那就有很多安省的卫生区 包括BC 都是零新增的 以我的据称 好像加拿大是世界打针 第二大的这个国家 好像更快 没错 我们全国第一剂的接种率 就超过60% 世界第二仅次于以色列 而且就是接种的速度 一直都是世界第一的 全国第二剂疫苗接种率 第二剂 就超过7% 加拿大就因为 全被打第一剂 所以我们很多都要4个月之后 才打第二剂 那现在又声气放宽 就说 我们不用等4个月了 可能3个月 或者甚至2个半月 就会打第二剂 现在本来那些年轻人 就应该是6月中之后才打的 或者 现在其实在5月底 那些年轻人 就是15岁以上 就是18岁以上 那些 全部在5月底 已经开始打 就是比以前所定下的 那个 schedule 是快了半个月至一个月的 那估计 我们这些老夜 打第二剂 就我4月底打的 就不用等到8月底 可能7月已经可以打的了 我又都听到 好像今早上 在录影之前 收到一个讯息 就是说 如果有4个疫苗 是经加拿大的衛生局 我忘了你的bureau 叫什么名字 如果他们endorse approve的4种 vaccine 有很大的 possibility 他们正在研究中 就是你入境的时候 连这14天 都不需要打 只要你连续两针都打齊了 还有你上机前 是没有了这个阳性 只有这个阴性的这个result 不知道露祖没有听到 是真的 是真的 现在就在研究中 如果在入境加拿大之前 是打多两针 打齊了两针 又够一个礼拜 还是够两个礼拜 就是生效 就是你打完针之后 就是不会立即生效的 通常都要至少一个礼拜 以后才生效的 然后够正好那个日子 就进来加拿大 根本也是不需要隔离的 现在是在研究中 我估计都是6月底 都会宣布的 如果这个可行的话 那就在境外打了 打齊了两针的 又足够一个礼拜以上 直到就是雅雅地走出 就回家了 嗯 那真是令我有一个想法 是不是真的要 真的要坐牢 拿一条生命去搏一搏 哈哈哈 那你自己衡量 这个身体的状况 正如很多时候 你的咨询啊 你的医生啊 那你自己计一计自己 吃得消 吃不消 或者宁愿来加拿大 那我们加拿大 现在是打这个 辉瑞 那个莫德纳 阿斯利康 那这三种 现在都 挺多的 那些技术 因为供应 就十分充足的 现在 是 不过呢 都要告诉你 在香港的加拿大人 你都要等清楚 加拿大是 endorse 或者approve 哪几种的疫苗 你就不要乱打 那么打 那你无厘头 打了两针的科兴 那你以为 上机的时候 回去加拿大 不用坐加拿大便错了 因为科兴呢 是暂时不 approve的 那你不要乱打错针 是啊 打科兴 就是等于没有打到的 所以大家就 真的要慎选针 所以现在 你明白香港人呢 为什么打针率这么低 就是说 真的要看清楚一点 如果打错了针 你要打两次针 就是没有病 哪有病 很多人都觉得拼不过的 那么 差不多了 现在是这样的 如果 酒店隔离做法 就是说 三日两千元那只 仍然去到 六月二十一号 是 罚款就调高到 加拿大价五千元 如果你在酒店 不检疫三天 又哨了 暑了 快闪了 被人捉到 就罚五千元加纸的 明白明白 那都是好消息来的 就算我不打针 回家坐14天 起码都可以 省回那几千元 请露宗吃东西都好 是的 那你在家 我们在互联网 在web那里 溝通都没什么问题的 那今天时间 说到爆灯了 那就差不多了 很多谢各位 一如这样说 那下个星期再和大家见面 那记得 subscribe like 和share 我们无论是广传媒 和MIHK的这些video 继续支持 广传媒的patreon 这个户口 那我们也 CIPC的MIHKTV的 这个加币户口 欢迎大家去 支持我们 e-transfer 我们的这个众筹计划 或者subscribe 我们200元的全年任体 所有这么多年的节目 一个重温的一个节目 好 多谢各位网友收看 今天说到这么多 好拜拜 好 请请 请请 看完这么精彩的节目 希望大家可以 踊跃支持我们的独立网媒 让我们有能力 将知识和真相报道给大家 麻烦各位可以数一下 以下的payme 或者转数大QR Code 帮帮我们继续支持下去 多谢各位